做工繁复的冷门床室 她在市场上要见如何呢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徐俊 来自北京 今天我带的产品是 替彩佛手文盒 想请李老师 替彩佛手文盒 想请李老师给鉴定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特别精致 它这个盒盖上 有两只佛手瓜 我们都知道七盒 它在古代是贵族用的东西 那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两年前和我来的机会 花了十万块钱买了它 怎么就看准它了 觉得十万块钱我可以呢 这个我这人比较喜欢 收藏冷门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比较冷门 所以我就鉴定了 这东西是个正品买来了 也是认定它是正品 我们都说冷门的藏品呢 可能你不用花太多钱 就能买到 但如果它短时间 不能回热的话 这个资金也就被压住了 来 让专家看看 好吧 这是呢 阎哥说它不是替彩 但是约定成熟叫替彩 佛手纹和 替彩呢 一般是两种色彩以上的漆 就是涂在一起或堆在一起的 你比方说替掉红的 表面露着黑的叫替黑 还有替黄 那么一般是两三种以上叫替彩 明朝家境特别流行 那雕漆我们知道是唐代末年产生 但是中国留下来就只见宋代的雕漆 它是一层一层涂在器物上 然后呢进行雕刻的漆漆 实际呢 这个生产周期非常长 和景泰兰一样 它的工艺非常繁复 而且呢 和刚才我们建议七彩螺垫一样 当时都是达管显贵的 这个没有民谣 不像瓷器还有民谣 这个呢是雕完了之后 在不同的花纹在外边 为了区分 然后涂上不同的色彩 这种形式呢 是清朝中期宫廷造办处的形式 那么这件漆漆呢 无论是从工艺色彩 还是它设计 这个是应该说是 非常精湛的一件漆漆 它是真的 这个断代呢 还属于清朝的中晚期 那如果参考最近的两年人拍卖呢 这种七盒的市场参考价呢 是15万到20万之间 超过了咱们买它的价格是赚了 那在店主这一块 我们这样的这个冷门的藏品 价值怎么样呢 像这种冷门的藏品啊 它比较精美一点吧 年份也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10万是一关 如果您想考虑把它转让的话 刚才的意见都参考一下 好吗 恭喜您收藏成功